用什麼打一些字一個豆點打一些字一個豆點打一些字 這個中間不能加空白 不然的話他沒有辦法區隔 然後就是 幾個豆點 中間分隔開來 他就會告訴你說有幾段 中間有幾個 總共有四個 因為中間有三個豆點所以他把它切出來有四個資料 有沒有這邊有四個 然後再把這一個 放到這邊那前面加個1 第2個第3個第4個 類似像這樣應該懂的意思吧 那也就是如果你將來呢 有一個文章 那你會進來之後你希望去切割 而且你用豆點來切割 也許用那個句點來切割之類的都可以 切割之後的話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看放在陣列裡面 或者放在什麼地方 再把它丟到Database裡面 其實都OK 那我這邊是從那個 反正就隨便找一段文章 然後記得就是說 可能 丟進來東西 他豆點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全形的記得把它 改成半型的 不然的話 這個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 OK 那我隨便找一個新聞 這是一個財政部長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請你自己再把它轉 轉成什麼 半型的 那中間那你要豆點幾個字 可以 就是再豆一下好了 那這個程式怎麼寫啊 首先第1個 我們 我還是一樣用那個AX 就是 New一個Stream 這個我想過了 你可以直接配置裡面放 或者是直接放在這裡 都OK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大瓜糊 裡面就放 這一串文字 中間記得加豆點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把它讀進來之後 那首先 這個 這個參數裡面 你不能有空白 因為有空白的話 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就是 參數 會變成有兩個 會切成兩段 因為呢 他用空白來區一個 就是將來這個參數裡面 第1個第2個第3個 這個前面有講過 所以如果說 中間有空白的話 執行一下 那他就會 應該是要跳 如果這個地方 假如有空白的話 那他就應該 大於1 他的長度會大於1 那就會怎麼樣呢 會跳這一段 就是說 參數錯誤 字串中 不得有這個 空白 的存在 就跳離 跳離 其實跳離我們前面講過 System.exist0 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這個中間 假如沒有空白 那我們就要做什麼呢 把它切割 切割開來的話 就類似這樣 總共有幾個豆點 跟正一下 應該是 總共會有 幾個部分的資料 實際上如果7個豆點 應該會有8個部分的資料 切割完之後 前面還要再加個編號 就是 第一個 一個點 然後第1個 段 第1個 我們的那個正列 這個地方該怎麼切 首先的話 當然就是說 先把 我們切的東西 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那個 第一個 ARK0 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 Sprits的方法 這個應該 前面有用過嗎 Sprits後面 我們前面本來是 加了這個空白 現在是加豆點 所以這個Sprits 很好用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切割 什麼樣的資料 它中間有什麼樣的間隔 你就加那個 間隔符號就可以了 然後呢 它會把 這裡面的這個東西 都這個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它會按照什麼呢 按照這個點 幫你就做切割 看到一個那個 豆點 它就幫你 切切切切 切完之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正列裡面 一定是一維正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宣告 所以在前面的地方 你要先宣告 就是產生一個這個正列可以存放我們要的這個資料 那切完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 阿武明宣告一個這個正列讓它放 放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需要顯示什麼 豆 號後面總共有幾個 那總共有幾個實際上就是利用什麼 這一個正列的長度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 所以執行過之後的話有八個 特別注意喔 那它的legs就是它總共會有幾個 比如說有八對不對 那它的編號一定是零到多少 零到七 會有八個資料 那它的legs一定是八 那接下來我怎麼樣把底下的東西 分別把它輸出變這樣子 有沒有 第一段 所以你特別注意就是跑一個回圈嘛 那跑回圈就是4 後面初始值為0 為什麼因為是第一個要抓它的正列 裡面的第0個 然後呢 當這個i 是 小於 它的總長度 就是0 1 2 3 4 5 6 7 7 到8就跳離了 OK喔 所以呢加加 那這個地方的話輸出就是 第幾個 這個這個怎麼做 1 豆點 就是用i i本來是1 把它加1 後面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個點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 這個字 這個正列裡面的第幾個 第0個 那這樣的話呢 0的話 就輸出這一段 那如果再跑一個 就變1 1的話就是跑下面這一段 e死類推 全部的話 一個一個就幫我把它輸出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流程吧 那 最重要其實就是了解什麼 Sprits 這個方法 OK 後面的話加上一個豆點 請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203 如何利用那個 字串 字串類別裡面的那個Sprits的方法 幫我做這個資料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再輸出 好